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的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好 我们来谈谈疫情 疫情 实际上还没有接近尾声 世界也没有完全脱离险境 死亡人数还在不断增加 是不是应该改变清零的战略 中国的领导人 负责卫生黄医领导人 说还在观望 已经有很多的国家 要跟病毒共存 那么中国会因此成为孤岛吗 世界卫生组织的主管官员 五号表示 很多人都以为 2019年的冠病病毒的疾病 疫情已经接近尾声 他说不是 根本不是 实则根本还没有脱离险境 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学家 有关新冠肺炎病毒这个案子的技术主管官员 范科霍夫 他表示 世界卫生组织上周接获的通报新增 确诊病例是三百一十万例 还有五万四千多例的死亡 但是真实的数据恐怕远远高于这些 情况还在不断变化 之所以不断变化 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住这种病毒 也就是说 人类尚未走出险境 是处于大流行的过程中 是不是只能走到中间点 也不一定敢切定 坦白说 我们没有使用现在拥有的工具 来让我们更接近终点 所谓的疫苗所谓的药物 没有办法阻止 病毒的试裂和变异 这位流行病专家说 他感到纠结的是 在一些城市 我们看到家户病房和医院 人满为患 民众濒临死亡 但是在有些街头 有些运动场 人们表现得好像一切都结束了 他说 由于各国处理危机的方式 病毒不会被根除 而是会继续存在 根据法新社会整的官方数据 2019年12月 病毒的中国首次现中以来 全世界至少到现在 已经有480万人上命 所以呢 范克佛夫说 新冠病毒会持续存在 在全球层面消灭 甚至消除这种病毒可能性 早已经错失 错失的原因在于 我们没有在全球的层面 尽可能强烈的攻击这种病毒 行之有效的 错失没有 以似乎中国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叫高福 他说病 冠病疫情大流行 目前还在不时导致一些国家 展开新利润的封锁 那说的包括中国 但是对于未来 是不是会采取清明 以外的其他抗疫战队 中国现在选择是观望 他是在昨天 在东盟的数码为公共卫生 特别部长集会议上 以视频方式发表一个讲话 中国疾控中心经验 而且是用英文发言 他的问答环节中说 在冠病大流行之下 全世界都采取了动态 而且有韧性的抗疫战略 中国目前还在观望 意味着中国目前没有准备 逐步过步到冠病任性社会的状态 也就是不跟病毒共存 中国内部现在正在讨论抗疫的新的战略 一切处于动态变化 重新评估现有的抗疫战略 以任何可能性都存在 而中国已经推出了第800冠病防控方案 跟疫情支出相比 在详细的战略战术上 已经做了很多的改进 很多的修改 我们都知道 跟境外很多国家 面对冠病采取的 以病毒共存的防疫政策不同 中国是目前少数坚持清零的国家之一 还有一个国家叫朝鲜 未来是不是调整这个战略 在中国大陆内部也在讨论 所以钟南山 最近接受南方人路周刊时的访问是说 中国疫苗接种率还没达到80%以上 所以到目前为止 他认为中国走的路还是对的 但是他也提醒 长期采取最严格的冠病防控犯法不可行 国家的负担很大 他呼吁病毒在变 应对的技术指导思想也要变 关于这点高福昨天也说 冠病目前是大流行病 人类目前没有准备好 把它增值为地方性的流行病 原因是这个疫情目前的致死率很高 公众也没有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 如果要跟任何病毒和平共处 就好像人类体内的包疹病毒那样的话 他特别强调还需要公众的心理上做好准备 这当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和情况 未来需要很多原因来做通盘考虑 最关键是领导人也要说了算 不是听科学家了 说海外舆论指出 灵病毒已经成为中国引以为豪的政治成就 并把成功遏止病毒宣传为在意识形态和道德上 优于美国和其他帮病毒 以为地方流行病国家的胜利 但是灵病毒政策可能会使中国多年处于孤立的状态 我们都知道现在μ病毒 Delta变种病毒的扩散 疫苗的普及 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相继放弃了病毒零融脸的政策 北有几个国家好像也开始了 但是今天的中国还坚持要消灭病毒 而且决心比过去还要强 上个星期 新疆的霍尔果斯发现了两例无症状感染者后 旁边的科特达拉寺立即实施封闭管理 科特达拉寺就是草原之夜唱的那个大草原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随着原来坚持对病毒零融脸的新西兰周一宣布改变抗疫策略 选择跟病毒共存之后 中国完全处于孤立的状态 这个国际的视听就增加了 他中国那么坚持多长时间的疑虑 因为病毒的零融冷意味着关闭边境 或者突然封闭管理 反复干扰社会和经济活动 尽管现在中国已经有75%的人口接种疫苗 但是他这几个月 两个月已经有第四次的德塔病毒引发了疫情 随着寒冷的冬天 尤其是寒冷的冬天对病毒传播有利 对病毒零融冷的任务可能变得更加的困难 尤其是三个月之后 北京还要搞冬季奥运会 迎接来自世界各地数千名的运动员 所以澳大利亚有一个医学博士 他说从中长期看 零病毒是不可持续的 一个考验 今年冬天 中国在今年冬天怎么实现零病毒 有两个时间点 现在这种大规模的封闭会不会再现 第二个呢 冬奥会 三千多名的运动员世界各地来了 尽管是全封闭的管理 会不会出现输入的病例 又是怎么面对输入病例 好了 管理病毒我们也分享到这 简单的来谈几句话 做一个归纳 第一 没有人否定 中国的新冠肺炎病毒防控方面 所采取的清零的战略 也获得了国际社会公论的积极的评价 14亿人口的大国 能够把这个东西控制那么有效 不容易 也因此成为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以及举国动员体制行之有效 一个有利的证据 当然讲了拍板仁慈 习近平 这是习近平思想 可能要多一个卫生防疫思想 可能也是这个根据 第二 零病毒政策即便是行之有效 但我们也发现没有办法阻挡 Bertamu变异病毒的输入 每一次的输入 硬力的发现 大面积大规模的封闭管理 紧急关闭边境 反复干倒社会和经济正常活动 一年两年也许还能农人 但长此以往 我们也担心能坚持多久 包括香港也一样 这个事情已经成了百姓在问的问题 也是国际舆论集中的关注和讨论的聚焦 第三 闭关锁国的朝鲜 也已经开始暗内不住了 开始试图打开 跟韩国互动交流的大门 也比较方便 中国在关闭边境管理 目前有几个压力点 中国哈萨克的边境 现在霍果是这个问题 第二个的中缘边境的锐利 再就是港澳地区 香港现在跟大陆处于封关的状态 虽然有极个别的免疫通道 但检控措施非常的严厉 输入病例能时有发生 主要是来自外部 大陆现在的病例 尤其是两个月以来 已经发生四次的德塔病毒引发的疫情 这会加剧整个国家 14亿人口对清明战略的依赖 第四 14亿人口的大国 不采取类似去年武汉封城的绝对措施 很难及时有效控制疫情的蔓延 关键在于人类 目前还没有办法有效控制 新冠肺炎病毒 新冠肺炎还是大流行病 而且现在没有人敢说已经到了中间点 死亡力还很高 一旦放弃绝对的清明 采取跟病毒共存 政府未必承受得了 社会心理的承受力 也要做未以筹谋的评估 我们同意澳洲那位流行病的专家 他的分析 从中长期趋势发展看 零病毒的不可持续性的专家结论 还是有到成立的道理 你看新加坡 现在的输入病例急剧的增加 一千例一千例 香港的内部防疫措施是到位的 但也没有办法避免输入病例的出现 国际化程度高的地区和城市 很难长期坚持清零的战略 西方国家跟病毒共存的经验的案例 除了北欧 再就是最近我们最近的澳洲新西兰 或许下一步可能有日本和韩国 所以我们不知道北京 中南海 习近平先生 还会在坚持多久 人命关天的事 不得不防 不得不谨慎 愿大家平安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vs 适合 你 主任 哎 我